来源大猫财经pro 最近又有不少人到中工教育的总部讨退费去了 得到的答复是退费可以 但是退费方式可以三选一 一千补充协议按月付款金额分段 两万以上时退费金额一千元每月 两万以下时则是五百元每月 至于啥时候退来得越晚 时间越靠后 现在已经安排到2025年三月了 举个例子退费金额在四万元 前两万需要二十个月 后两万需要四十个月 加起来刚好五年整 也就是说 它最早可以在2030年三月份 拿回所有的退款 当然前提是 这中间不再生什么变故 二以物抵债 比如一体机电脑抵一万 耳机抵两千元 一盒大米抵一百五十元 一瓶红酒抵四百元 还有二手笔记本 平板电脑等 烂桌椅看上了 也可以带走 东西要么贵 要么卖二手贬值 就这 去得早的 已经把贵重的抵走了 现在只剩下大米和红酒了 有友商吐槽 这么高的物价 只在中工教育见过 人家报班得录取通知 报协议班的红酒大米烂桌椅 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三 最快速挥款方法 转介绍 能联系到想报班的学生 学费打折转给新学生 新学生签约就可以顺利退费了 这 很难平 当然了 如果不协商 还可以走诉讼的渠道 只是一般人 耗不起 这些退费的缺口有多大 没有确切的数据 之前湖南省缺口 四千万上国热搜 全国下来 相关的金额 应该有数亿元 想退费 真的难 这么大的缺口 咋来的呢 这不得不说 中工教育老板 李永新的神操作 协议班 中工教育主要做考工 考编的培训 小镇 做题家出身的李永新 是懂得抓学员痛点的 他的协议班比普通班贵不少 但是考不过就退费 确实有吸引力 上岸了 钱就没白花 没上岸 还能拿回培训钱 协议班成了他占领市场的利器 学员大把大把的来 培训开到了县城里 这种协议班 别家也开 但是规模 没有中工大 2017年 协议班的收入占比达到73% 同行还在50%左右晃淡 2018年 中工教育借壳 2019年上市 李永新也是背了业绩对赌的 2018年至2020年 扣费净利润 要补低于9.3亿 13亿 16.5亿 加起来38.8亿 而为了完成对赌 协议班都升级了 以前是先交费再退费 后来可以选贷款 上案后再还贷款 没上案 公司给还贷款 学生估计都有点不敢相信 还有这好事 当然 结果也很好 三年对赌 顺利完成 还是超额完成 这赚钱能力没得说 2020年 中工教育市值超过2600亿 李永新和母亲卢中方靠1400亿身价 成为胡润榜上的全球教育首富 李永新豪志十亿 成了北大历史最大笔捐款 但是之后的故事就一言难尽了 因为爆雷了 首先 业绩爆雷 三年对赌一过 中工就开始巨亏 2021年至2023年 净利润亏损达到23.7亿 11.01亿 2.09亿 亏损总额36.8亿 前三年赚的 后三年回吐的差不多了 这可以说是资本市场怪现象 一对赌就盈利 对赌过了就巨亏 怪双减 可是考工考编考教师 都不在K12里面 怪疫情 可2020年最严重的时候 盈利达到了高峰 然后退费爆雷 2022年7月的时候 学员就陆续发现 自己没有收到退费 然后 就是全国大规模的退费男 每年考工 报考人数连年新高 但职位是有限的 收的越多 要退的就越多 收来的钱开班了 那能退出来的钱就少了 公司现金流确实不行 但是不能说首付没钱 当然了 纸面财富很虚 但是首付早就落袋未安 上市之后 2018年和2019年 利润大涨 中工教育连续两年 现金分红 分别是14.19亿和14.8亿 合计28.99亿 当然 其中大部分 都是李永新母子 拿走了 另外 在退费爆雷之后 李永新母子 也开始减持套现 而且是迅速减持 2022年11月 鲁中方开始减持 这时候 家族持股61% 而还不到半年时间 控股股东 就成为持股低于5%的股东了 根据粗略估算 母子俩减持的金额 近100亿 后来倒是出来不少留言来 说大股东逃路 公司要破产 李永新还出面屁过窑 说这都是没有的事 但是 现在教育首付的公司 确实过上了苦日子 当然 学员们更苦 为了退费 巴巴的往北京跑 最后还退了个寂寞 毕竟 超过市价两倍的大米 还真不是所有人 都能吃得起的